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如是说》 在进入困难的修行道路以前 我们需要为何要修行的好理由 虽然我们应该要知道许多知识 但是我们一生的寿命有多长是无法确定的 因此我们应该要选择重要而严肃的目标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琐碎的事物上 修行总是要从意念人生短处开始 一个人寿命的长短是由自己前世的业力决定的 唯一意外的就只有那些完全不受轮回的不尽因果条件统治 而有能力超越死亡的人 对修行者而言 每天一开始就禅修 随念生命的无常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从自己生命处境的无常和今生珍贵的思维开始 当我们很认真反省 每一件事都是无法确知的这个事实 会更有觉察能力 从此生命中每个时刻都将变得更为珍贵 我们因这一想 从现在到我死亡之时 不管我还能活多久 我不要浪费任何时刻 因为这一生是如此的宝贵 一旦失去了 所有的东西也都未不见了 生命并非是独特的现象 这是从无始以来不断投胎转世的一部分 而且在死后会在延续 若是为了要生在人道中 最好是透过善行北极功德 对于想获得修行成就的这个目标而言 生在人道中是最好的 因为生在三恶道中 没有机会听闻佛法 没办法了解和修行成佛之道 或者是从轮回中解脱 当我们生在人道中时 需要四种正面的条件 以成就修行的目标 一六根健全 二身在可听闻佛法的地方 三对佛法有向往之心 四对佛法有正确的观点 得到狭满人生是难能可贵的机会 如果我们观察全世界的状况 会发现动物与昆虫的树木 远比人类要多很多 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好人品 是过去善业的结果 所有不好的遭遇 都是过去恶业的结果 了解这点之后 我们不应勿用这个仿贵的人生 有些不敬业 依其性质 会导致各种不同的投胎转世 不清静的生活 深深世事不断在更替 这种轮转就是轮回的性质 因此 依据佛教的说法 是我们自己不清静的心 创造了轮回的一切状况 像不敬的身体 痛苦 不敬的外在环境等等 我们知道悲伤或快乐 不是外在环境的结果 而是前世业力所带来的 精神特质所致 体悟到今生的可贵后 也已了解 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 会决定未来 因此 我们要培养死辈的态度 去除对他人 承诺嫉妒的心 思维 一 人生难得 二 寿命无常 三 业与其果报的关系 四 轮回的过患 这四点称为修心四则 或改变习气的四则广报 如果从佛教的角度 来检测人生的目标 我们可以将之区分为两个范畴 一 是从想要离苦的角度出发 我们这一生充满想要避免痛苦的焦虑 二 从想要得乐的角度出发 我们希望在这一生中 获永远的离苦得乐 我们要追寻的是永久的快乐 这远远超过任何短暂的快感 只有那些以正得涅槃或成佛的抉择 才能得到这种永久的快乐 那些生活由恶业支配的人 没有能力自己决定 要待在轮回中的哪个位置 他们现在的生活 是过去业力火爆的展现 根据佛陀的教法 痛苦的产生是自己造成的 并不是别人或是环境给的 烦恼之所以会产生 是因为我们不能了解和控制我们的心 佛法的教导 佛法的教导不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 就是要对抗从三毒产生的烦恼 众然今生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 由于我们过去世中所做的善业或恶业 还是会把果报带到现在来 例如被错误的指控或遭受不公平的处罚 当行为完成后 会在我们的意识中储存种子 会在未来产生那行为 所导致的负面或正面的结果 这些业力的种子并不是由物质构成的 而是具有影响未来的潜在能力 即使是很小的业力种子 也能产生很大的后果 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为犯小错 对自己没有伤害 不清净的业 由不清净的精神干扰或烦恼产生 基本的烦恼是贪、嗔、失三毒 以及从这三毒产的分支 及再细分的其他烦恼 这些不清净的烦恼 就像一棵毒树一样 有着有毒的树干和职业 由这三毒所引发的行动 都是不敬业 将会导致不清净的转世投胎 及其他不善的后果 我们生活中 所有快乐与不快乐的经验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 不论是健康或不健康 不管是美还是丑 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所找的 既然如此 我们真的没有理由抱怨 所遭遇到的种种匿迹 佛法能永远地对峙烦恼 不只有暂时的效果而已 一旦我们根除了烦恼 我们的行动就会成为情境的 只要我们的行为被烦恼引导 我们将生生世世 体验恶业的果报 也就没有办法体验 真正的平和快乐 贪、撑、吃、三毒 可以引发杀害、盗取 或其他伤害他人的种种行为 例如我们贪爱动物的肉 皮或牙而杀害之 无名不是指一般所讲的没有知识 而是指一种特别的无名 也就是我们产生 所有痛苦的主要原因 这种无名是对我、我自己及我的 有一种错误的认识 自我中心有两个面向 即我之和自爱心 当我们有无名时 就会发展出向爱解 胜过别人的自爱心 我们会以为有我及我自己的概念 是因为受制于以为有一个真正的恶人本体的这种认知 把自我当成是永恒不变 而且是一种绝对存在的观念 当我们有这种错误观念时 就会有所谓的自爱心 也就是说 总把别人排除掉 只喜欢自己 自己的身心 这种指我为实有的观点 创造了自私自利的态度 从而产生贪婪、愤怒、嫉妒和其他负面的情绪 贪爱和称恨的根本原因 也是由于这种指我为真实 永恒存在的自我中心观 如果能根除只有真实恶人本体存在这种观点 便可以让自己免于遭受无名的束缚 众生无始以来 指我为实体存在的观点和自爱心 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但我们却一直在找自身以外的敌人 我们必须主动发愿 承受别人任何的悲惨、痛苦、问题和困难 平和、快乐、成功、享乐与个人的财物 这些我们最爱知的东西 应该要给别人和他人分享 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立场 就是一种真爱他人 愿意真心关怀他人的立场 包括了真心想要解决众生的问题 希望他们快乐、幸福、和平 以及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爱惜他人 使你有能力把别人的问题 当成是自己的问题 真心把自己真爱宝贵的东西给别人 佛陀曾说过 心的本性是清晨光明的 这并非是指物质方面的亲密 而是说心的本性是没有贪嗔的等 所有的障碍都是战时的 并没有绝对或永远的性质 它并非本来就存在 了解空性的智慧和慈悲淡人处世的方法 是佛法的核心 为了了解心的真正性质 为了了解心的真正性质 我们要常观空性 事物的真实性质 特别是心和心所有法 也是空性的 透过这样强而勇力的修行 而达到真正的快乐幸福 这才是真正神圣的教法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护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沪明 台湾救狗协会 佛教慈悲智业高雄分会 梁黄宝灿与高僧行仪导读课程 开课咯 从保持公财师到尼勒佛的农华三会 精彩典故每周一则 梁黄宝灿素有灿中之王的本称 也是佛教中最重要的灿意 主讲者 魏敬老师 4月9日到6月15日 每周二下午14点到16点 地点 国教慈悲智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4月份课程 第一周 4月9日星期二 梁武帝与保持公禅师 第二周 4月16日星期二 保持公禅师与梁黄产 第三周 4月23日星期二 梁武帝问因果 第四周 4月30日星期二 达摩大师与梁武帝 5月份课程 第五周 5月7日星期二 弥勒菩萨的化身布袋和上 第六周 5月14日星期二 布什肉 弥勒菩萨的前世今生 第七周 5月21日星期二 弥勒菩萨上身都率天人姻缘 第八周 5月28日星期二 兜率下身龙华三会的弥勒佛 六月份课程 第九周 6月4日星期二 极乐净土与兜率净土 第十周 6月11日星期二 法葬比丘与极乐净土 十一周 6月18日星期二 极乐净土的九品连池 十二周 6月25日星期二 去极乐世界做什么 静腰大德一起加入学习行列 枝节法译 实践佛陀教法 提升自我 利乐友情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成征义工 共同发心来赔福 1.相机义工 2.法会布置机动义工 3.值班义工 半日班 4.大殿清洁义工 5.环境清洁义工 6.冲茶主招待义工 7.电脑行政人员 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 254-86-5号 下旬电话 0958-963-288 0958-963-288 049-2315-999 049-2315-999 南投分会 静腰菩萨参与询席 同栽法义共募福恩 中文字幕转发 你死亡的那一天 没有人能够护卫你 亲吻的人们啊 你要做好仰赖自己的准备 当你跨入死亡门槛的时候 围绕在你身旁的亲友 几乎无法提供任何援助 也无法陪伴在你身旁 甚至连最富有的权贵 也无法带走一丝一毫的财富 最有权势的将军 也无法命令军队阻挡死亡的来临 他必须像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 屈服于死亡 你的心事将离开身体 在中阴徘徊游荡 在中阴 你将发现自己独自带着虚幻的易生生 处于幽暗之中 迷失绝望 完全不知所措 又不知道何去何从 那时 折磨大多数众生的可不幻觉 令人毛骨悚然 其可怕的程度 比莫难以形容 虽然 这些幻觉 只不过是你 心的投射 但在那个时候 它们却是强而有力的事实 在那个时候 你透过修持佛法 所获得的绝授 是唯一可能的慰藉来源 这是为什么 在此时此刻 就要开始努力修行 是如此重要 即使在太平时期 一个国家都要替未来 可能发生的侵略 未雨绸缪 做好因应的准备 同样的 你也必须时时刻刻 保持警觉 用修持佛法的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